去年的那一批學長畢業的時候 事實上就已經矮了 然後我們的招生還是有很大的受限 就是去年的新生一年級 也就是現在一年級 還是普遍矮 所以就預期到畢業以後會更矮 那我們的新生的招收 目前來講還是沒有高格 所以應該是說 這是我們的常態 就是矮是我們的常態 因為我們目前還是只有一個突破180 還是只有一個 所以矮小是已經早就已經知道的 小胖 我當然知道人家不公 我看得出來 可是莫名其妙 那你們就自動不熟了 我又不在意輸幾分 做你該做動作啊 不好意思 那目前來講的話就會退回原點 不管你一升或二升三 你全部都要從基本開始做 所以從我們副辦東中背以後 我都告訴小朋友就是 這個比賽是讓大家來檢視 我們這段時間從五月一直到六月 甚至呢 我們六月到七月初 我們都會做一樣的動作 就是希望我們在這個階段的個人 能不能夠達到球隊的要求 那我們的小孩子呢 因為是這樣的背景 所以我會希望說 在練了一小段時間之後 讓他們面對這樣的強度 讓他們知道說 原來他們要面對的戰場 是這個樣子 那也就是說我們會加速 讓他們認知他們的處境 可是目前今年看起來 余招一個人會有一點辛苦 是因為一方面他身高受限 然後他的外線能力又不如留余招 所以他必須靠林冠底 他必須靠李育哲 來幫忙他 能夠挑起球隊一哥的責任 可是他也要來輔助讓林冠底 讓李育哲能夠起來 起得來 否則的話 我們現在都打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現在很為難的地方就是說 在外線投射 我們反而要靠到我們一勝二的學弟 他們的外線投射率比較糟糕 這是有別於今年跟去年 我們今年跟去年的三年級學長裡面 都有很不錯的外線投射率 但是今年就很明顯 就是只能集中在一勝二的學弟身上 那集中在一勝二的學弟身上的時候 就有一個風險 就是他們的抗壓性跟他們的經驗 沒有風險 所以往往在面對關鍵時刻的時候 出手的選擇 或者是說這個投籃的運動裡 具有很大的影響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風險 五 四 三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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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